上次在佛系世代的影片中 很多人對於不要再說加油這件事情很有感觸 但也有不少人提出疑問 那我到底要怎麼安慰情緒低落的人啊 我真的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啊 難道我去看著我的女朋友哭嗎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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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讓我這個嘴炮系畢業的霸主來說說 面對敏感的moment 我們能採取的行動啦 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ko 我喵的說書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這本書是 解憂說話術 作者 小澤竹俊 同時也是日本最知名的安寧療護醫師 有些年紀比較小的孩子 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安寧醫師 簡單的說 就是面對人生最後一程的時候 在安寧病房裡面專門的醫師 這類的醫師不單是要照顧病人 同時也要留心家屬的情緒和狀態 照顧病人到自己累倒的家屬也是大有人在 我開始往下講之前 真的是要對醫師和護理師們用力的鞠躬 在台灣當醫療服務業的你們真是辛苦了 大塚勒様 想要安慰情緒低落的人 我們都知道要用同理心的立場面對 但什麼是同理心呢? 是一個能站在對方立場想的狀態嗎? 嗯...87分對吧? 更正確的說 是能把對方當作主詞來思考的方式 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真的完全明白 另一個人在想什麼 就算我們可能有相同的經歷 正在經歷相同的事件 但我們的感受一定有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與其表示我知道你現在的感受 不如用你的感受我會全力去理解 重點是 對方以為你理解了 你不懂 真的沒有關係 打個比方來說 如果你正在經歷失戀的痛苦 跑來找我訴苦 而我回你一句 你不用說 我什麼都懂 那個賤人不懂他失去了什麼 嗯... 你應該會覺得垃圾還沒丟出去對吧 所以這種時候 最好的行動應該是 拿包衛生紙 準備補水飲料 聽他哭完之後拍拍他的肩膀 不要分析狀況 不要講笑話試著動他笑 不要加油打氣 不要做多餘的事情 所以聰明如你現在應該知道 面對情緒低落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 傾聽 這本書用了大概一百多頁 描述這件事的重要性 傾聽看似很簡單 閉上嘴聽就好了 但寧可知道有多少人做不到這件事啊 就我所知 就有一狗票的男性有人完全做不到 不要急著給建議 有時候對痛苦的人來說 就只是想找個人說說 很多時候說說話 情緒就得到了第一步的舒緩了 有憂鬱傾向的人 面對自己信任的朋友或是家人 常常丟出痛苦訊息 有技巧傾聽出這些隱藏在句子裡的悲傷 事實給予支持和鼓勵 讓對方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 自己並不孤單 時間久了 這些痛苦的訊息會慢慢減少 轉換變成互相信任的關係 這也是一種正能量的傳遞 也是支持性對話的基本原理哦 聽起來很玄 但其實記住這三招就行 第一招 反覆 察覺對方語言中重要的關鍵 反過來應答 第二招 沉默 在對方開口之前絕不出聲 第三招 提問 為了使對方的想法更明確 同時也是喚醒對方 一直以來沒發現的盲點 我就直接舉例書中的案例 以免又有人抗議我誤解啦 護理師 我昨晚都睡不著 那是因為你白天有睡覺吧 白天只睡了一下 晚上都睡不著 真的好痛苦啊 晚上睡不著死不了人的 不要緊 請放心吧 我的天啊 護理師 我昨晚都睡不著 你昨晚有睡啊 對啊 有稍微睡了一下 但沒多久就醒過來了 沒多久就醒啦 這晚都沒睡 真的好痛苦啊 是哦 這樣真的很痛苦吧 我擔心自己再這樣病下去 會不會死掉 書中的案例 以安寧意識的經歷作為出發 現實生活中的對話 應該會更活一點 單就我自己遇到的狀況 通常抱怨痛苦的人 就是需要找個人倾訴垃圾 能被倒垃圾是一種榮幸 表示對方對你至少有個基礎信任 但你不需要全盤接收對方倒過來的價值觀 我身邊不乏一些海灘公主 常常在聽到他們抱怨男朋友的惡行惡妝 聽得我都要吐血聲 亡替他們男朋友焚上茶掌三煮香 但女生是我的朋友 因為禮物太便宜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我這個時候又不能跟他講 不錯啦至少有心 這種他一定打死聽不進去的屁話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男朋友很優質了 所以我說 真的喔 你一定很難過吧 立場不表態 兩邊不得罪 終究這本書談論的是痛苦 而痛苦這個本質對小澤竹俊來說 就是期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近代安寧聊戶創始人西西里森德斯 把痛苦分為四大類 身理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 社會上的痛苦 心靈上的痛苦 我一句話基本上就可以包含前三種痛苦 今天在公司拉肚子又被PM掛了一頓 超想死 而心靈上的痛苦比較像是無法回答的提問 像是 為什麼是我 佛家有七苦 生 老 病 死 願曾慧 愛別離 求不得 難搞的PM派按鍵過來 為什麼是我 原本以為相愛一輩子的人卻分開了 為什麼是我 想買名牌包卻買不起 為什麼是我 我有時候會想 當年在營造業叱咤風雲的爸爸 生病了之後會不會在夜深人競想著 為什麼是我 當未來 自由和生命受到限制 失去意義的呼吸都是一種心靈上的痛苦 有一句成語很精準的描述這個狀況 行屍走肉 這時候的你已經是需要求救的狀態了 在痛苦的時候身邊有個理解自己的人 情況會好很多 甚至會出現轉機 所以要記得會呼救 解憂說話術從一開始的理解痛苦 到中間告訴你怎麼當個傾聽者 到最後教你怎麼大聲疾呼痛苦 一步一步看到最後 不知怎麼著也被這本書治癒了 其中裡面剛好有一段是在講 怎麼面對失去親人的痛苦 我爸是5月5號離開的 到我寫稿的那一天剛好滿30天 那天剛好我大姑把他所有的遺產處理完畢 意思是 我爸在這個世界上活過的證據 除了照片以外 就只剩下我了 到現在我對他的離開還是沒有什麼實感 因為從小他不太管我 也很少在我身邊 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心裡少了一點什麼 直到那天我看著FGO的抽卡畫面 耳邊彷彿聽見了有人跟我說 抽吧 單抽抽中五星伊利亞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我有一個很堅強的靠山 我爸換了另外一種形式在我身邊 即使理智知道他不在了 但他變成另外一種力量在替我加油 諷刺的是生前我們明明就沒有這麼親密 人生很苦 每個人能承受的傷痛也不同 我們能夠適時的傾訴傷痛 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 舒貝這句話我很喜歡 就送給大家 可以走過痛苦的人 之後將會變得非常堅強 散發真正的光芒 這本書寫得非常簡單且平易寄人 就在這邊推薦給大家囉 預祝各位都能磨石而後璀璨 讓我們朝著聖軍時的目標 前進吧 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我們下一支說書時間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